内政部新版护证系统上路 结果从年前当机到年后 现在终于是稳定一点了 但是中间也引发了不少的民怨 民进党立委爆料说 负责维护护证电脑系统的这间 环安达公司资本额才200万 员工不到6个人 这么小一间公司 怎么样可以标下政府的大型标案呢 会不会有什么内情 不过环安达公司负责人澄清说 护证系统当机是软体出问题 他们只负责硬体的维护 但是这间环安达公司 不只接下护证系统的标案 联立法院影音系统了 高速公路影像系统了 都是他们得的标 负责人对公司的营运不肯多谈 只强调招标的过程 一切都是合法的 大约十平的办公室装潢简便 里头只有四五名员工上班 这家连招牌都没有的公司 就是标下内政部 新护证系统的环安达科技 环安达成立于2012年 资本额只有200万 却接连标下政府案件 包括立法院影音系统 高速公路影像系统 甚至连国安局资料库 都有环安达建制 一年下来接了近百届 政府标案 不过最近附证系统大当机 有立委质疑 环安达公司规模并不大 标案内情并不单纯 负责人一早出面澄清 这个系统 AP不是我们公司在开挖 你去找吃后环安达 我们只是维护硬体而已 硬体目前都很正常 没有问题 我们是合法得标的 强调招标过程 一切合法 但小公司究竟如何标下 近北建 政府案件 负责人这样说 我们公司是合法的 正正当当的经营 我们是专门做政府 政府标案的掌杀 那我们每年当然接很多案子 我们每年接很多案子 不过我们才成立15个月吗 哪来的每年 我们有好几家公司 根据内政部资料显示 护证新系统软体部分 是由资贝宏宇得标 不过却频频当机 硬体由黄安达科技抢下 立委却质疑转包其他厂商 全国新护证系统大当机 到底硬体软体出问题 责任归属 相关单位还在调查当中 记者李红杰 李贯志台北采访报导 在这些议听过来